纽约时报广场巨型荧幕上 台湾的天灯冉冉升起 第77届联合国大会开议 是疫情爆发后 首次全面恢复实体会议 各国领袖和代表齐聚联合国总部 商讨全球局势和挑战 台湾把握机会在时报广场播出短片 争取更多能见度 短片主题叫做听见台湾的声音 我们希望传递的主要讯息 就是祈愿世界共好与世界和平 联合国的宗旨是要维护 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面对中国的恫吓及挑衅 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言 将会坚定的来捍卫 我们自己国家的主权跟安全 同时也会保持克制 持续的深化跟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跟区域的稳定 今年中纽约办事处的联合国推案文宣视觉 是由旅美台湾平面设计 及插画师翁靖雅发想创作 他见到创作奔上时报黄厂大荧幕时 直呼超酷 很酷 超酷的 但我还没有仔细的看 这次的聪明就是融入很多台湾的元素 然后把它加到画面中 有兰花然后台湾山脉兰雀 各种可爱的小动物 对然后就是希望可以传达台湾的 比较有特色的印象 此外配合联合国推案启动 交通部观光局人气吉祥部欧雄 也特地到时报广场与民众互动 纽约克手持看板与欧雄合影 之前台湾发声